有一天早上清晨醒来 打开窗帘 一缕山上的阳光草玻璃双双双照进来 然后我的脑袋当中就想起了一条旋律 于是呢 这个旋律就变成了一首曲子 我现在给大家弹出来感受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是我第一次写钢琴曲 然后也比较简单 大家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儿童音乐吧 因为用的音符啊 结构非常简单 因为前段时间我正好在练那个 肖邦的降义大调夜曲嘛 就这个 就这个曲子呢 它本身用的是那个降义大调 那我在想 我干脆用这个明亮的降义大调 哎我是不是能符一个曲子 其实这音符很简单 就是我们最基本的和弦当中 拆解出来的这个三度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但弹出好像还蛮清新的 然后就出现了 我们知道我们小时候经常写 对就把这个和弦拆解掉 那我就想我把这个和弦拆了 有点活泼的感觉 那就直接就写下去了 然后再继续往上爬 然后到高处的时候 不知道往下怎么写了 我就会弄一个和弦 简单一点 左右手都一样的 然后想往下爬了 往下爬怎么办 就是那么几个升降号 就简单的串一下 用这种非常儿童的音乐语言 去表达我的一种感受 那么在乡村当中 看到这样的风景 能不能用最简单的音符 来表达最原始的那种感受 哎我发现好像是可以的 所以呢大家可以把它当成宝宝音乐 或者是儿童音乐来听 他不专业 但是他表达的这个意图 和表达的这个心境 它本质是相通的